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发言人迪姆钦科周六在Telegram上声明 瓦格纳抵达白俄罗斯 波兰情资机构副首长扎林也证实 目前约有数百名雇佣兵聚集在白俄罗斯 另有消息称部分瓦格纳雇佣兵早在11日就抵达了白俄罗斯 俄罗斯战地记者科茨周六晚间分享了影像显示 俄罗斯南部一条高速公路上有一支由卡车和军用车辆组成的车队 其中一些车辆悬挂着瓦格纳旗帜 白俄罗斯独立军事监测机构透露 至少有60辆车组成的车队周五晚间从俄罗斯驶入白俄罗斯境内 目前无法独立核实影像拍摄的地点和时间 而瓦格纳前首领普里格金的下落仍然沉迷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徐哲荣誉综合报道